全油管最快新闻,37年前,一位聋哑母亲带着刚出院的女儿被拐到安徽,两人历经千辛万苦,未能回家。 女儿长大后决定寻找亲人,带着母亲寻亲之旅未果。 最近她从村民那里得知,曾有人来寻找他们,但错失机会。 现在,她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帮助他实现回家的愿望。 尽管失散多年,聋哑母亲仍保持着对家的记忆,希望能够重聚。 但目前仍未找到好消息,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